各位茶友好 我是玉秀哥茶团的老王 上一次咱们跟大家聊聊聊 这个在喝这个熟茶 普洱熟茶的时候 如何去判断这个熟茶好坏 那今天呢 其实咱们再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这个普洱熟茶是怎么来的 其实呢 在这个这个这个普洱熟茶 我们了解的普洱熟茶 实际上是70年代才有的 所以呢 很多茶友呢 就是很有意思 就问老王说 老王呢 这个70年代以前 就没有熟茶类似的这种茶吧 当然有 这种茶呢 也被称为叫红汤 那么今天呢 咱们其实就想聊聊这个普洱熟茶的前身 也被称为叫普洱茶 红汤熟普洱茶 可能很多在这个香港 或者是广东这个地区朋友 都听说过这个普洱红汤这么一个说法 那实际上呢 这个应该是在普洱熟茶之前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 这么一个历史阶段 那么它本身不属于一个工艺 它是一个历史产生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聊这个普洱红汤之前呢 老王先跟大家 这个闲聊一下一句啊 就是上次给大家定制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主人杯 如果还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还可以随时私信我 那这个杯子呢 有很多茶友定制会之后就问了一下 建议用什么茶来养怎么养呢 其实这里呢 老王觉得 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喜好 用什么茶其实 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呢 你在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清洁 因为它有这个开片嘛 所以呢 有些茶友呢 就是可能开片阳就偏黑 不好看了 那么大家每次喝完茶之后啊 就一定要用这个清水 最好是开水的清水 泡它一下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 每次要擦干净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咱们接着来讲这个关于这个普洱红汤 那实际上这个普洱红汤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说啊 就是准确的来说呢 在七十年代之前 就是熟茶这个概念出现之前 那普洱茶呢 其实都是属于深茶的范围 但是呢 当年呢 也会出现一些这个 大家可能如果看一些 就是二十年代啊 或者是更早一期的这个 一些人写的这个著作当中 曾也提到过 讲这个普洱茶茶汤色是红色的 所以呢 大家会称为这一类普洱茶 为红汤普洱茶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我们从工艺上来说是这样的 就是当年大家会发现这个 在这个工艺上来说 尤其是干燥晾晒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这个生产工艺都比较简陋 那相对这个生产工艺比较简陋 就难免出现这种 茶叶微发酵的现象 就是出现淡红色的这种汤 而且呢 后期呢 很多的这个 这个 这个茶奴还会有这种 筑茶的这种现象 那筑茶呢 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筑茶其实就是在竹篮那里撒一些水 然后呢 把竹篮四周呢 这个用这种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板笋液 把它编好 然后再加茶 那这个也叫称之为筑茶 当然这筑茶因为它撒了水 所以呃 无外乎就给这个茶叶在这个呃 储存啊 运输过程当中啊 就有了这么一个自然呃 这个加湿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实际上 还有很多的一些茶友可能会了解到 就是说 在这个红汤呢 可能这个香港啊 或者广东这边的客户比较多一些提到 主要这个也跟这个广东 香港过去销售铺尔茶有关系 第一个呢 从是过去从云南啊 要把铺尔茶运到这个香港 只能靠人驼马运 所以基本上用的时间是非常的长的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呃 这个有这个风吹日晒云 而且大家也知道 走的这个路径呢 基本上也都是南方潮湿多雨的地带 所以基本上这个茶叶受这个风雨摧残啊 呃 这茶叶即使运到了这个这个香港 也都已经进入到半发酵状态了 那这个另外一个呢 就是很多的这个香港的这些茶商啊 他们在把这个铺尔茶运到香港以后呢 也不会立刻马出来马上拿出来饮 他们也发现啊 把这个东西放上一段时间 口感更加的适口 这个有一些文献里记载 就比如说对当年这个香港茶人 这个卢寿尊啊 卢寿勋啊 他采访中有说过 说他爷爷的爷爷经营铺尔茶出来 当时刚做出来的铺尔茶 这个汤色就比较深 但是呢 在放上六七年 哎才能销售 因为这时候他的口感和味道 才会出来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铺尔红汤 那很多的茶友就会说 那这个为什么后来会变成这个熟茶了呢 那实际上呢 这个到了七盛年代的时候 由于这个云南铺尔茶的这些经营者啊 他们就发现为了迎合香港的这些广东这些人口味 那么就是尤其特别去 去香港广州这些地方进行学习 后来才总结出现了真正的铺尔熟茶的概念 那么红汤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概念呢 也一直都是在南方当中 很深入民心的 那今天其实老王喝的这款呢 也是铺尔红汤 那红汤其实它特点有机会 大家如果尝到的话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就是红汤铺尔茶 其实它兼有熟茶跟生茶的特色 它是属于一种发酵的 微弱的这样的一种茶 所以还是十分有洗力的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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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